歡迎回來幽浮Sports Show 本節目是由秀傳一流體系運動藝術中心 與非典聯絡網共同製作 在節目當中我們請到的就是大家所稱的漂亮甜心 林柏妤小姐 哈囉 Danny 還有我們非典聯絡網的聽眾朋友們 大家好 林柏妤 訪問這些球員當中 因為其實有時候訪問球員 我常常聽很多的一些記者或主播講說 他們的話很少 你怎麼去帶他們 NBA還好 NBA的球星我覺得他們都有受過一些訓練 饒舌訓練 他們真的很會講 比如說國外的球星球員們真的 這方面可能他們都有訓練過 那台灣的是不是就比較缺乏一點 台灣的球員是話比較少一點 是真的 這方面需要去多琢磨一點 當然你成績表現上你要自己去追求 另外一點的話 你要怎麼包裝自己 透過你自己的語言 去呈現你這個人給大家知道 這是很重要 都是記者或者是主播 那目前為止的話 你可能就要參加節目 或者就是一些其他的發展 這些轉變你能分享一下 我覺得當記者 可能那個是一種 譬如說我現在要訪問 我麥堵上去 你說話 說東西給我就對了 我要重點 對 你是這種身份跟 等級 當我當成藝人的時候 我就反過來 角色就對換 現在人家督麥堂上去 欸不會那你講哪句 我就這樣 我就 欸對我以前 為什麼要這樣問人家 人家會覺得 突然不知道講什麼 部分的話 你目前還習慣嗎 還可以 還可以 你的粉絲呢 就是 好想要 其實看他再繼續主持 其實還是很多粉絲 會在那個 Facebook 上面留言說 我還是喜歡看你報信 嗯 但是我必須說 這是我人生自己的抉擇 對 為什麼會有這個抉擇呢 可以跟你的粉絲們 討論 聊一下 我很喜歡挑戰性的東西 演戲的話 你最想要演什麼 櫻木花道 是不用啦 是不用啦 當然 應該要挑戰一些比較 武打 武打可以 就是挑戰一些你平常 就不是自己個性的人 我是希望可以讓大家多多看到 不一樣的 但其他空餘的時間 我還是極力的練我的體驗三項 去跑步 好厲害 然後最近又 就陪朋友去登山 明天想要去公寓山 我完全是以一個興趣的方式去 是 去參與運動 對啊 你說我目標 我目標不會放得太高 讓自己能夠享受其中 對我覺得享受其中最重要 然後那個進步 只要慢慢一點一點進步 就好了 那是環東北的自行車賽 自行車賽 68公里的環 就是環東北 東北就是我們三一 之前三一大大陣 海嘯很嚴重 受傷很嚴重 仙台啊 那邊受傷很嚴重 然後他們希望透過這樣的比賽 去當然是復興或者是去重慎觀光 那天是下大雨 下大雨騎車 然後這是我第一次真的下那麼大雨 去日本騎車 感動的是一路上啊 我都不知道那些老婆婆老太太或是老公公 就是大雨啊 那些人 怎麼都知道我們有比賽 他們就會拿把凳子坐到家裡外面 然後又拿個旗子說 乾巴勒乾巴勒 就是看很可愛很熱情這種感覺 很熱情 然後就一路一路揮旗子 一路說乾巴勒加油加油 只要在當地比賽 通常那邊當地的屠夫都會出來 幫大家加油 我覺得這應該是個文化或是個習慣吧 是這個就變成就是全民參與 就是在日本去那個騎腳踏車 最後還有一個老婆婆她拿了一個標語 她寫了一個台灣謝謝你 2014年那時候 你有去做了一件事情 是促成台中得到2019年 東亞青年運動會在台中舉辦 這個很不得了啊 是一個國際賽事 我老實說那時候啊 那個台中市政府來找我 希望我幫她做簡報 個人嗎 對 好厲害喔 做簡報 然後就全英文的方式做簡報 不管是你的配套措施啊 你的場館啊 你要怎麼弄啊 怎麼吸引人家來玩 重點是這件事情 不是只為了我自己 我是要代表 It's a nation 國家榮耀 是 是台中市政府 是台灣 對 本節目呢是由秀傳 醫道體系 運動醫學中心 與飛雷聯播網 共同製作 也有副Sports Show 我是黃丹妮 我們下週同時間再會囉 拜拜